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一个东方的东瓜 他的心性不定 他觉得东方海风太大 他就跑回去找了神龙寺 跟神龙寺说 东方海风太大 他不愿意成为东瓜 这个神龙寺就说 那不然你要去哪里呢 就他想了个半天 他想一想 西方的风沙大 北方太冷 南方太热 他好像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 他就想 好吧 好吧 那我还是回东方去 还是叫做东瓜吧 结果这个时候神龙寺就说了 东瓜东瓜 东方为家 结果他一听不对啊 他明明就是不想去东边 他咬咬咬 我不想要去东方为家 我希望能四海为家 这个时候神龙寺一想 好吧 那咱也不改你的名字 就把东边的东改成冬天的东 为什么 反正冬天也没有瓜可以吃 你既然愿意四方为家 那你就叫做冬天的东 东瓜好了 他一听 开心了 四海为家就成了现在的东瓜 你看这个是我丈母娘种的这一颗东瓜 刚拿来的时候 我想怎么拿了一颗西瓜来 什么时候会种西瓜呢 结果我在定睛一看 哎呀 上面有白色的这个霜 我就知道 原来这一颗是没长大的什么 矮冬瓜 今天啊 我们就拿这一颗矮冬瓜来做今天的素食红烧冬瓜吧 老婆 时间交给你 上 大家好 施玉鲁 刚才听了那个故事以后 我就发现那个冬瓜其实也蛮笨的 但是名字被改了一颗字 然后就很开心 好 那我们这颗冬瓜啊 其实刚才还有果霜 但是因为这个真的太行行 它上面有一根一根小小的刺会刺手 所以我刚才就是戴着手套 把它上面的霜全部都擦掉 好 所以呢 现在才会变得像西瓜那样子 其实那个果霜它是保护果肉 防止水分散失 它是保护果子用的 然后这个呢 我就直接从中间的地方把它切下去 对 有人说啊 它是唯一回去找盛容室的 脸皮特别厚 所以这个冬瓜是瘦皮最厚的 皮到底有多厚 你看 腹中能容几百人 讲的就是这些东西 它的果 这个是它边边的皮 但是我怎么觉得西瓜应该比它更厚是不是 哈哈哈哈 而且南瓜的皮也很厚好不好 对啊 好 那我们的宽度呢 就切这样子 这样子的宽度 这样子西瓜线 哈哈哈哈 不是 冬瓜 冬瓜啦 冬瓜的价格 其实一年四季都蛮稳定的 大概一斤就是20块台并左右 大概就是这个价格 那我先切一圈起来 好 这个呢 我的处理方式就是这样子 直接先把它中间的这个纸啊 我就用这个小刀把它先挖掉 然后这一颗冬瓜 它为什么这么小颗就拔起来呢 我妈妈说是因为啊 要下雨了 他们怕这个冬瓜会裂果 所以呢 就提前把它给拔下来 好的 这个 已经果子去掉了 纸去掉了 那通常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削 把这个皮把它削掉 好嘞 还有一种切法呢 是我觉得这样子最快的 哇 厉害了 对 因为之前我也有一颗很大颗的冬瓜 然后我就把它拿来做冬瓜茶砖 然后处理很多冬瓜 削皮很麻烦 你看 很漂亮 好像皮带 玉带还腰的玉带 对 然后这个冬瓜的大小呢 我们就这样子切 我们就切这样的大小 不要切太小 不然你烧一烧 它的肉就不见了 就融化了 对 如果红烧冬瓜 肉融化了 看起来又不像冬瓜茶 可是它会变咸的耶 咸的冬瓜茶 接着呢 我们来切一些姜片 冬瓜好像常常配姜片 冬瓜基本上一定都是配姜 因为瓜类它是很寒的东西 像我们炒丝瓜的时候也会配生姜 辣椒给它一点 那是个人喜好 我会加辣椒 大家如果不吃辣 就不要加 这个香菜 好了 那我们就准备上锅 好 现在锅子里头先来一些油 接着呢先煸这个姜 姜的味道先把它煸到这个油里面 先让它煸一下 好 像生姜那样煸到这样子 旁边稍微有一点黄 就可以进来了 像我自己很喜欢吃生姜 那个姜啊 我就会整片把它夹起来吃 好 这个冬瓜我们就最炸火 让它每一面都会这样煸一下 对 很漂亮 对 先不要一直煸 那我就是时不时这样把它翻一下 对 好 就是旁边会有这样子焦焦的 如果你不会翻锅 你就是这样子 不要这样一直乱弄 你看它这样快快很漂亮对不对 对 好 我看一下下 让它四个面都会有这种焦焦的 这样子比较好吃 你会想要 好 大家看一下 差不多这样子 有点边边的这样油亮油亮的 对 这时候我们把火先关到最底 来一下调味料 最主要的味道还是酱油 嗯 红糟嘛 对 再来给它一点老抽 哦 这样烧起来黑黑的 颜色比较漂亮 更有食欲 对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它有甜味哦 嗯 所以糖多加一点点 加太多变冬瓜茶 对 再给它一点味精 嘿 再来我们就加热水 先把这个把它烧滚 把酱油先烧滚 所以盐巴先不加 最后再加 盐巴最后我们再调味 了解 好 等它翻一下 哦 很漂亮的色 对呀 就是要这样子 心情就好了 我每次去自助餐店 只要看到冬瓜 我就等不住就会加两块 我也是 我觉得它这样软软的超好吃的 好 现在一直那个酱油滚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加水 嗯 水我们就差不多加这样子 加到冬瓜的一半 让它烧一下 这个时候就开最大火 好 滚起来了 像我把辣椒加来 嗯 会吃辣的加 不吃辣就不加 对 那这个时候把这个火转分钟 火我们稍微让它烧个五分钟 好嘞 好 哇 超漂亮的 现在变色很漂亮 好 好 好 那我们就稍微给它翻一下面 可以 很美的 超有湿 看起来就很好吃了 OK 那我们现在就不要再盖盖子了 把火开到最大 我们就等它收汁 好 稍微收爽一点 其实我觉得就是 煮到这个半透明 半透明 就差不多了 对 你如果煮到太软才起锅 它到时候可能会变软啪啪的 会怎么化掉 对 而且这个汁 收一下啊 嗯 会变比较浓 那个脚饭可好吃 对 不用勾芡了 好 大家在收汁的时候 就是锅盖一定要打开 然后用最大锅 这样收出来 它的汁才是浓的 好 这样子我们最后 给它撒上一点香菜 洗火 出锅 好 漂亮啊 超美的啦 透明透明的一盘 红烧冬瓜就搞定了 而且闻起来超香的 光看就觉得很有食欲 咱们赶紧来吃一块尝尝 哎呦 吃着玩意不配饭就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 真的烧了个晶莹透亮 特漂亮 好香 嗯 就是要这样子 就是要烧到这样 中间还保留一点冬瓜的清甜 而外面红烧的味道 全部扒上去 然后外面软软烂烂 中间还有那么一滴滴的嚼劲 煮到刚好软烂 又不会化开成水 就这个玩意儿 对 好香 我也很喜欢吃冬瓜 冬瓜要吃的 这个汁啊 一定要给它淋一点 饭饭 对 哎呦 哎呦 小心烫 哈哈哈哈 冬瓜拿来煮汤也很好喝 煮排骨汤 最后5分钟 10分钟的时候再丢进去就好 或者弄那个冬瓜棕啊 什么弄的 对 然后大家如果真的太多 就拿来做冬瓜茶砖 对 玉露小学堂 出一集大家可以找一下 还有印冬瓜 嗯 因为冬瓜也很好吃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素食小料理 真的很好吃 一年四季都有冬瓜 价格也非常稳定 找个机会买一块回来稍稍看吧 上去漫谈 咱们下回见 拜拜